JDK的话 第一个呢 请务必要到那个 www.oroco.com 这个甲骨文的网站 那oroco呢 里面有个download 那download的地方呢 各位找到 它一定是在popular 最popular的地方 所以特别注意呢 这个oroco的网站 这个oroco应该各位知道 甲骨文 它专门 最早是从资料库起家的 download里面的popular download 请你选择第一个 Java for developer 这个选项 那去下载那个JDK 下载的部分点下去之后 请你选择Java SE Download 那里面的话呢 各位看一下 有个JDK 还有个JRE 这两个当然最大差别是 JDK是设计的 JRE只是执行而已 所以如果你下载错的话呢 那你要开发也会 会有问题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请各位往下看JDK 那我们版本呢 就download这个JDK的版本 点下去之后 它会有几个选项让我们选 那特别注意啊 你先accept license agreement 它要同意 不然的话你不同意 就没办法让你下载 那再来的话呢 往下找到这个Windows 那因为Windows 它提供两个版本 一个是X86的 一个是X64 那这个当然 如果说你的电脑 是最近才买的话 那应该是X64 因为买来的话呢 已经预先帮你装了 Win7的64 所以你也没有别的选项 除非你是安装成 前 或者是Win7的32 那因为我们这边的环境是XP 所以特别注意啊 选哪一个呢 选X86这个 OK 然后选这个环境 这个 把它download下来 OK 第一个 请各位先把这个download下来 JDK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OK 那 download完这个JDK之后的话 第二个我们要按 就是再找 第二个是Eclipse 所以这边的话 那Eclipse网站 网站也很好记 就是 www.eclips 点 这个有点难 比较不好发 Eclipse 就是像什么日识 eclips.org 记得不是点com 它是点org 然后到这个网站里面 去download 这个我们的开发环境 那进到 eclips.org的网站之后的话 那这边有个get start now download这个选项 你就把它点下去 那至于要download哪一个呢 其实我的习惯这样 当然 有的人书上面 有的时候会选这一个 但是我比较建议 我习惯是选这一个 classic 习惯 而且档案它会稍微小一点点 那两个用起来 其实差异性不大 所以呢 我建议是download底下这一个 那请务必选择32位元 除非你自己家里的话 才是去download64位元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也把这个Eclipse 也把它download下来 ok 那download之后的话呢 它这边有秀出好几个地方 让我们去download 那请你选择台湾的这一个 台湾这个 因为可以连到那种 应该是什么非官方的 那个网站连结 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点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第一 第一个JDK 第二个Eclipse的download 那download下来 等于是我们之后 去菜市场把菜买回来了 现在还没有把它逗起来 ok啦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把这两个东西先download 好 最后一回